我想现在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了解 虽然我们已经在学校里面搞了好多的交流活动 但是还是有一大部分人可能他对内地的了解 还是停留在媒体上看到的东西 而且在媒体上看的东西也不一样 都是比较客观的 所以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亲身体验做比较 可能他们就相信了 媒体上讲的那些情况以为是一个实情 所以我想这个达湾区的建立 还有就是方便的措施 比如说港珠澳大桥高铁的通车等等 这个给香港跟内地的来往是更加方便 更加快者 所以我想就可以把香港跟内地的关系拉近 特别是希望年轻人可以慢慢的把这个达湾区 作为他的生活区的一部分 就像他从屯门去那个晃脚 或是去那个铜锣湾一样 经常去走走看看 他有那个亲身的体验以后 对于内地的了解就会更加立体 而且就更有这个亲身的体验 那将来他在看到那个媒体上的那个报道的时候 就可以这个比较 这是一个分尸 所以我想这个达湾区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让我们的香港年轻人进入步的 更深入的 更立体的建立他的低深的那个了解 感谢观看